国庆日前一天,国内新增时期确诊,再有两个感染群 武统最高理事分析,图团党走蓝眼的道路,要和武统合并实属不易 彭衡八个非政府组织展开和平集会,斥责非法的流连援助盗走州政府的权利 8月30号的百个大事迹,马上带来今天的重点新闻 晚上好,我是请龙,首先来关注我国的冠病疫情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天中午12点,我新增17宗冠病例 当中有15宗是境外输入,两宗是本土感染病例 累计确诊达到了9334宗,活跃病例则有160宗 同时新增加两个感染群,也就是雪州的Anneviglen感染群 以及吉打德拉加感染群 另一方面,今天新增一宗死亡病例,累计126宗死亡病例 这是大马自7月31号以来首起的死亡病例 另外今天有10个人康复出院 累计出院的人达到了9048人 土团党宣布开放给非马来人成为党员之后 武统的元老东姑拉沙里近日就呼吁武统的部长 退出国盟政府的内阁 对此,国政总秘书安努亚穆莎认为说 孤里的言论不代表党立场 并形容狭隘的种族态度已经过时 安努亚穆莎说,国盟各政党有自己的政策 他们需要遵守,而非插手干预 如果土团党决定开始接受非马来人 他们将此视为健康的发展 曾经和孤里一起待过四六精神党的 武统最高理事阿莫沙比利则专门指出 很多人希望武统和土团组成新大党 也有很多武统领袖公开要求慕尤丁的回归 但如果土团参照的是公正党模式 让所有族群成为党会员 那两党合并之路势必艰辛 反之如果土团和公正党党员结构相同 两党容易结合 他更言语,从公正党跳槽到土团党的 高级部长阿兹敏派人马加入土团的时候 可能就希望土团蓝眼合并 因为他们想念蓝眼 马派在士林补选屯败之后 诚信党中委法医兹法兹认为 西蒙和反对党需要重回谈判桌 加强在野党的实力 他说,无可否认 士林选民的结构对国阵更有利 但人民经历疫情冲击 经济课题开始成为人民首要课题的时候 以种族课题允许选票的做法 不一定能够长久维持 因此他认为反对党主席安华和敦马 以及所有反对党的团结 将可以在人民当中掀起新浪潮 换个焦点 人在沙巴的首相慕尔丁 今天建议将福利局目前的 每个月200令吉和300令吉援助 提高到1000令吉 有关建议将会在下周 那个会议当中提出 慕尔丁说他知道这项建议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但他不在乎 重要的是那些长期受苦的 基层人民生计 他补充 虽然我国独立已久 但是B40群体所面对的命运 让他感到悲哀 因为他们的收入微薄 难以维持生计 如果生病了 恐怕无法过着安稳的生活 彭亨老屋榴莲巴事件 持续延烧 8个非政府组织 超过60名成员 今天在险克公园 他们克朗进行和平集会 反对彭亨非法开垦土地的行为 无情团非政府组织 秘书处的主席 穆哈默法伊兹表示 他们在关单警察总部 做出了8项投报 要求警方对州内 非法肯定者采取行动 并呼吁说州政府 不要向任何违法的非法农民低头 更指 这些农民已经盗走和侵犯州政府 和州人民的权利 很多榴莲园主 并非是老物子民 收成也不是为了彭亨 而是要出口他国 除了要求彭亨州政府 关注彭亨无地气 非法种植事件 和平集会提出的诉求 还包括了捍卫马来语 为国家官方语言地位 捍卫伊斯兰为官方宗教 以及倒挂国籍课题 法医兹也质疑 来自老物无地气 楼莲的农民 日前在官单法庭外头 拉起华语标语横幅的意图 最后感恩收看 我们再会 internal 的 最后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